文化文化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經濟運動就是 永遠不知道你會不會是最後的瑜伽 但是只有失敗的在繼續挑戰 你要有這種演戲 我叫蔡奧隆 我來自澳門 今年25歲 我現在是一名清華大學體育館裡的說事研究生 同時也是一名澳門散打隊的運動員 中亞運動會的亞軍 亞青賽的季軍 步入運動會的季軍 亞警賽、市警賽都擋進過前把 在澳門的話 獲得過瑜伽傑出運動員 然後也有獲得過特首頒獎的體育獎狀 自己是挺喜歡這個行業 能代表中國澳門出去比賽 對我來說是一種很容易的 我覺得散打隊我的影響 大了一點在於 學會了如何接受失敗 怎樣去讓自己更加有信心 13歲就開始接觸 也因為我父親的愛好 然後真正對我有刺激性 讓我想選擇去做一名散打運動 我是在08年的時候 1、2、3 當時我的哥哥是代表的 澳門散打隊 參加了北京奧運會的 武術散打的這個項目 拿了70公斤幾個冠軍 真的是被震撼到 覺得哇 這個運動員很帥啊 然後可以有榮譽啊 才真正下定的決心 成為一個散打運動員 正式進入澳門隊訓練 是16歲開始 高山畢業之後 14年來到北京奧運會 北京奧運會大學也是 國內最好的奧運會大學 為了能夠更提升自己 就包括了北京奧運會大學 讀的是 民族傳統體育三大專業 我是在2019年的 9月1號來到清華大學 專業是體育管理 我今天是來和我的 導師和交流關於我的 畢業論文的一些內容 目前我在學校 還是以寫畢業論文為主 以及專業的實習吧 但是賽事方面 我還沒有說是想好 要西化到哪一個領域 你就去了解他們 為什麼比如說去 去優先的考慮 某一些項目 學習一天的話 正常都要保持在 四到五個小時左右 然後訓練的話 正常也是保持在 一到六個小時左右 那我就會 利用我自己 課餘的時間去安排訓練 我就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我繼續堅持 研究政策的領域 一樣 你還是需要 讀大量的文件 讀書的經歷能讓我 瞭解到這個行業更多的 專業內容 比如說我要辦比賽 需要有什麼步驟 開設一家公司 如何去管理人才 也通過查閱很多的 文件資料 或者做一些訪談之類的 去瞭解到更多的 體育行業相關的 最新的資訊吧 我們可以先 過一個視頻 來簡單的 認識一下 成立的過程 而且也能 認識很多優秀的 體育產業相關從業者 學習到很多 對於我 創業有幫助的 心得想法 我比較喜歡 潮流球鞋 高中時期 開始收藏 目前 收集的球鞋 有超過500雙 到我上大學之後 開始有在跟朋友 做一些 球鞋交易的 創業有關的事情 我們這公司是 190成立的 目前在 西安 上海 澳門都有公司 主要做的是 潮流文化跟球鞋 定制這一塊的業務 我們有自己 原創的鞋款 也有以知名的 品牌的鞋款 為原型做的鞋 其實球鞋的 定制是多種多樣的 比如說 客戶他可能需要 一雙球鞋是 能反光的 或是想要 滿天星的效果 我們可以通過 當設計師 用手繪的方式 在球鞋上 呈現客戶想要的 2000到5000 這之內 已經能有很多 很好很好的球鞋 正常給很多 明星做的定制 也就是 三四萬吧 最貴的是 15萬人民幣 然後我可能 也會自己設計 一些球鞋 我們也就是在 新年之際 做了一款 球鞋叫做 醒思鬧心春 包括 中國風的主題 對於球鞋 炒賣的這個市場呢 很多人可能 他真的是 跟風去做這個事情 你的熱愛是很好 但我覺得也要節制 在自己的 能力範圍之內吧 理性的去收藏 要嘛就要買 你真的覺得 很有意義的 適合你自己 隨著澳門與內地的聯繫 越來越多 我很建議澳門人 能來到內地 創業跟發展 我認為有更多的機遇吧 我目前是打算 繼續代表澳門的參加比賽 揹戰明年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跟市井賽 以及2022年的亞運會 然後我可能打完亞運會之後 我就會再做三大運動會 可能會回澳門 主持相關的主義產業的工作 我希望能做為一個澳門 比內地 體育價借的一個小橋樑 去做一些 體育產業更多的聯繫跟結合吧 多久 我只會成為一個小橋樑 做一個小橋樑